3.制定满洲文字 金灭亡后 通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 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 满语属二太语系满通古斯语族 满洲没有文字 诺尔哈赤兴起后 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 由一个名叫公正禄的汉人 用汉书书写 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证论时 则用蒙古文 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 明万历二十七年 诺尔哈赤命巴克什 俄尔德尼和扎尔布齐和盖 用蒙古字听写满语 创至满文 这就是无圈点满文 即老满文 黄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 即新满文 满文是拼音字文字 有六个原音字母 二十二个辅音字母 和十个特定字 满语文成为清朝官方语言和文字 当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 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 满文记录下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 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教导的重要桥梁 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 所以 诺尔哈资主持创制满文 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 创建八旗制度 诺尔哈资利用与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 创建八旗制度 与真人狩猎时各出一只剑 每十人中立一个总领 总领称牛鹿鹅真 牛鹿即大剑的意思 鹅真即首领的意思 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鹿鹅真 成为一级官名 牛鹿成为最基层的组织 狠狠田地 针钉匹甲 那副服役都以牛鹿为计算单位 诺尔哈资便在此基础上 加以改组 发展 扩大的定型 创立了八旗制度 规定 每三百人设议牛鹿鹅真 五个牛鹿设议甲腊鹅真 五个甲腊设议顾山为真 顾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 每个顾山有特定原色的旗帜 所以汉语以顾山为旗 唯有黄 白 红 蓝 四旗 或有增边四旗 但原来旗帜的周围相边 黄 白 蓝 三色旗相红边 红色旗相白边 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 称为八旗 即满洲八旗 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统称八旗 而实际是二十四旗 八旗制度 以旗统军 以旗统民 平时耕田打猎 战时披甲上阵 八旗制度以八旗为纽带 将全社会的军事 政治 经济 行政 司法和宗族 连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 生气蓬勃的社会基体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制的一个创造 是清朝的一个基本社会制度 也是清朝定顶燕金 驻祖中原 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五 促进满族行程 建州与真的统一 与真的各部的统一 东北地区的统一 诸族的融合 各部的联姻 八旗的创建 满文的创制 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 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 以海西女真为主体 吸收部分汉人 蒙古人 达尔人 西伯人 朝鲜人 等组成的各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 黄太极于天津九年 十月十三日 赵玉约 我国建号满洲 统续延延 相传异式 自今以后 一切人等 只称我国满洲原理 不得扔 钱 妄称 从此 满洲族的名称 正式极限 满洲族出为东北编义小部 进而形成民族共同体 一直发展到当今千万点的大民族 满洲族赵新的领袖 就是清太祖 五味哈制 六味哈制 开放 衔末 立刻 白天 未经许可 一支 中文文字 中文字